恩典365 全新的一天 全新的恩典 成为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 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人可以在上帝的光中回转 回头 很多的人是回不了头的 硬着景象 就约圣经讲说 神的儿女有一个神最厌恶的罪 就是硬着景象 硬着景象就是不回头 通通都知道 我知道我哪里错 我知道哪里不对 但是我偏要这样 偏行几路 我就是不回头 能够回头 就进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来了 好像约拿书里面讲到的尼尼威城 这个城 神已经命定他 四十天之后 这个城要被毁灭了 但是四十天之后没有毁灭 为什么 因为这整个城 从国王到贩夫走足 全民悔改 而且那个悔改是落实的 圣经里面讲说 国王下宝座 谦卑下来 不是我是王 我就要这样 不 谦卑下来 你知道一个真实的悔改的第一步 都是谦卑下来 然后披麻 蒙灰 那个是一个悔改的一个代表 他们真实的悔改 并且后面讲 不只是外面这些形式上的 披个麻 把灰洒在身上 不只是这些外在的形式 圣经上讲说 他们就离开所行的恶道 并且丢弃手中的那一些 不讨神喜悦的那些强暴的事 离开丢弃 这就是圣经里面 在新约里面 施喜约翰所说的 施喜约翰曾经责备法利赛人说 你们的悔改不要轻轻呼唬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说完了错继续犯错 不是 施喜约翰对他说 你们要结出国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那个就是说 悔改不是嘴巴里面的一句话 悔改不是一些外面宗教的行动 一些仪式 悔改是一个真真实实 从里到外生命的根性 离开丢弃 不该做的丢掉 那些我陷在其中的 我离开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真实的悔改 真实的悔改 带我们从 从那个命定的管教刑罚 出来了 我求主是恩 这段时间分享约拿书 我们有很多被提醒的地方 但是接下来是我们的决定 是你和我 我们的决定 什么都知道 却映着景象 我偏要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或是 好像尼尼威尘一样 这个命定被灭亡的尘 却有一个 绝处逢生 因为悔改 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成 我们一起祷告 主要我求你自己是恩 因为出于你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你的话不只是告诉我们应该 你的话不只是光 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真相 你的话带着能力 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让我们靠自己无法离开的 因着你的话我们可以离开 靠自己没有办法丢弃的 因着你的话 我们可以丢弃那些 不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的 主我求你自己给我们一个 从灵里面的降福 让尼尼威 当年尼尼威尘的那个恩典 今天也临到我们身上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一个命定悔改的城市 走出那个命定的咒诅 因为悔改 求主恩待我们 悔改走在上帝的祝福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